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發一篇感謝文 要來感謝誰咧 要來感謝歐陽瑞蓮小姐 首先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咧 請看後面的小短片 沒錯這些東西就是在 凌亂的桌地裡面找到的 看起來這應該是歐陽樂蓮 在選舉時所發送的一些選舉文宣 這些文宣 每一袋裡面有兩個口罩呢 哇 當初一共拿了三袋 所以有六個口罩呢 當初不經意的把它丟到桌梯裡面去 現在找到啊 真的是非常的開心如貨至寶啊 好 那馬上來查查看歐陽瑞蓮咧 找到了歐陽瑞蓮的維基百科 上面有歐陽瑞蓮的簡介 嗯 來看一下他當初參選的經歷 喔 他在2014年的時候咧 歐陽瑞蓮首次代表台聯 參選 台北市大安文山區市議員 喔 所以這些口罩就是2014年 送的一些文宣喔 喔 找到這些口罩來源了 原來是歐陽瑞蓮在2014年 代表台聯出來競選 所發送的一些選舉的一些文宣啊 哇 那時候可能沒有很在意的把它放到抽屜裡面 現在找到真的非常的開心啊 哇 有六個口罩呢 拿出來看就有點炫富的感覺啊 哇 哇 這個東西真的是比比中了 呱呱的兩百塊還開心啊 六個口罩呢 這樣子就可以不用去排隊領口罩了 哇 就把那些口罩 留給有需要的人吧 這六個口罩就拿來使用 讓有需要的時候再拿來使用囉 哇 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啊 當初我也忘記有沒有投給他了 可能有也可能沒有 2014年 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沒關係 如果他還能出來競選的話 我相信我應該會投給他的 來報答這次的口罩之恩啊 好 謝謝大家的觀賞 再見囉 拜拜